而立法院今天审查中央年度总预算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还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都列席被询 林佳龙被问到了 要是立法院长游锡坤继续叙留国会 可能卡住他的行政院长之路 林佳龙是笑而不答 不过会议当中 兰尾继续猛攻 曾出轨陆籍女子的立委赵天龄 是否涉及国安问题 美金兰委员也是立刻还击 场面一度火爆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一前以后抵达立法院 要来审查中央年度总预算 但传出同属政国会的立法院长游锡坤 被副总统赖清德三顾茅庐 前功挽留 是否影响林佳龙未来前进行政院长之路 谢谢我们今天来对行 处理预算案谢谢 逊逢大选面临中国 可能出招戒选 兰尾当然少不了 再重提出轨陆籍女子的立委赵天龄 是否涉及国安问题 整个国安局也好 或国家安全会议 有没有就这个事件有相当的掌握 国安局是负责情报收集的机关 那么他们会从事 相关的一些情报的收集的动作 那但是我想既然已经进入个案了 我就不便在这边做任何的评论 但绿营也马上回击 难道因为要蓝白河 国民党就忽略 民众党全出将把中国籍陆配徐春英 列进不分区立委 更有国安疑虑吗 你还干涉咨询内容 你管我要问什么 我可以跟着问啊 不可以咨询 我要问什么 这不是公共议题吗 但是我要问什么 是我的圈子啊 你就可以问别的委员的感情问题了 我不能问公共议题 那你很奇怪啊 我为什么你还干涉我呢 哪个意识规则说不可以 哪个意识规则都可以 大选投票倒数 对内政党间唇枪舌战 对外中国戒选形态 也更加多样化 我国国安面临更大挑战 这张立比州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